在打工的世界里头永远记住一个真理 你是为谁在打工 对 一定要记住 很多人说 我就是为自己的简历打工 我就是为我自己打工 千万别这么想 如果你想在职场上走得更好 记住 打工永远不是为自己在打工 你是谁根本不重要 老板认为你是谁很重要 所以打工永远只为一个人打工 是谁 老板 要方方面面的 全方面的有这个意思 包括喝酒 我们很多年轻人 90后00后不会喝酒 不会去跟老板相处 我就发现有很多00后 90后 因为我也有机会跟企业家在一起共餐 跟我的客户 我发现我们有些企业家 带着他的员工来了以后 什么90后00后95后 来了以后 老板在那里喝 他的那个90后95后的员工不喝 我说 你一个小男人为什么不喝 我一个月一次 男人也一个月一次 说我今天吃了头包 那你今天吃了头包 你不能喝酒 你来干嘛呢 那你就不要来 你来干嘛 喝酒还能谈生意吗 喝酒是不谈生意的 喝酒就是营造什么 营造认知的 在心智中建立一个认知 那你就不合适 你来干嘛 那说我们不可以吃饭 不喝酒吗 可以啊 喝茶是不是 越喝就越什么 就冷啊 越喝就越冷啊 同意吧各位 所以你既然要去吃饭 记住 没有什么比 吃一顿好的 喝一顿好的 可以迅速拉近两个人的什么距离 我不认识你 我今天第一次见面 但是一喝酒 我就发现 咱俩其实挺合的 你就会有一种 相间恨晚的感觉 哎呀 我们这个生意有的难 你没发现吗 记住 喝酒一定要喝的报位 你不能说今天就控制啊 每个人一两 这酒没法喝了 但是我不主张说要喝倒啊 我没说这个意思 我也不是说 你不喝酒的人 就不会做生意 我也没有这个意思 不要杠 我说这话的时候 又能杠我 不要杠我 我经常看到很多酒席上 就这种情况 老大拼命喝 然后老老三老四不喝 就他们像董事长 董事长像总经理 然后我就发现了 总经理在喝酒 员工不喝 员工像总经理 董经理像员工 我就好奇怪 你们来干嘛 还有的人请客吃饭 更有意思的 诶 董老师啊 吃到一半了说 要不要今天喝点 你是调戏我吗 就说明什么 你连起码的人情事故 都什么 都不懂嘛 对不对 你如果用这种态度 去跟你对面的那个人聊天 你可以的 就是你沟通的时间 要长还是短啊 要长 我教你几个小绝唱 你可以不能喝 比如说你有身体的原因 各种原因吧 你今天的确不能喝 没毛病 但是你至少要带个什么 能喝的吧 这个不难吧 如果对面是来个 四五十岁的女的 你找个二三十岁的 小鲜肉 陪陪 很好的 扭个腰嘛 这个氛围会什么 很好嘛 先营造一个氛围 让别人先 喜欢上你嘛 只是因为 喜欢上了你 所以我就会觉得你 哪里都好吧 所以你最擅长的 就是什么 一喝酒 把天喝死了 把门关上了 那你吃什么饭 别吃饭了 这饭有什么好吃的 同意吧各位 还有的人喝酒 各种奇葩 有的人喝酒 是这么喝的 顾老师 今天晚上 我们就喝那个 敬酒吧 他说我觉得敬酒很好 你叫我怎么接 你请客 我能说不好吗 对吧 那我怎么接 我说不好不好 还是茅台好 我能这么说吗 我说不好不好 还是雄正好 我能这么说吗 你这叫请客吗 你不如不请 这样请 同意吧 一个好的饭局是什么 看看这位先生 我们龙哥要来了 龙哥喜欢什么 你最好找他的秘书 找他身边的人了解一下 如果龙哥喜欢喝红酒 今天我们就应该主推什么 主推红酒 他喜欢喝白酒 我们就主推白酒 他喜欢敬酒 咱们就敬酒 同意吧 是这个逻辑吗 这就是定位讲的 要从外向内看 我们很多人不是的 我们很多人请客 都不会请 从内往外看 布老师啊 我喜欢吃素 要不今天晚上 我们就吃素吧 偏偏我又是一个喜欢吃素 我不是很喜欢吃肉 所以咱俩还挺配的 万一的万一 我不喜欢吃素 你这么聊天 我会狠什么 我觉得这顿饭就 就没意思 我去他干嘛呢 还有我们很多同学说 我们这里最有名的特展 我有碰过这样的饭局 就是炖肘子 布老师 今天晚上我们就 供肘子 你看怎么样 我不吃肉的 你跟我说 今天晚上供肘子 你是请我 还是你自己嗨啊 同意吧 所以请客是一门学问 你们同意吧 就是你一定要站在 对方的角度 从内可 你就会赢 我们做事的目的 不是为了让自己嗨 聊天的最终目的 是为了让谁嗨啊 是让对方嗨 别聊的聊的 把自己聊嗨了 对方聊趴下了 你这个生意做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 很多人生意不会做 我告诉你 你吃顿饭就知道 所以重要的客人来 我不是说每个客人 就是你生意中 重要的客人来 一定要做一点什么 做一点功课的 你不能请了一个 大老板来 大领导来 什么功课都不做 一上来就敬酒 对不起 不能老讲敬酒 你以为我不喜欢敬酒 我爱敬酒 听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你不能够 因为我们有个客人 一上来就说 我们喝敬酒 把我喝蒙了 我28岁喝敬酒 不合适你知道吧 是不是啊 这个酒怎么喝下去啊 喝不下去啊 我就说我今天 那个正好有点胃溃 那个常常不能喝酒 就没法喝这酒 怎么喝酒呢 你说是不是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我就想说 要学会一种方式 这种方式 在我们定位里头 属于高级知识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 我通过这种生活细节 讲出来一个 很高级的专业观点 叫成果在外 你记住这个慢慢体会啊 你一生的高度 不管是做个人 还是做企业 你一生的高度 你都要记住这四个字 叫成果在外 拜拜 拜拜